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统就马上开始人像抠图了 很简单的一张标准的证件照就完成了 而且下面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背景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背景 接着点击右下角的勾 证件照就生成完毕了 最后我们只需长按图片 照片就能自动保存到相册里 而下面的九宫格照片也同样可以保存起来 我们可以到手机相册里看看照片是否保存起来了 自己制作的证件照同样清晰有标准哦 简单又方便 完全不需要去找照相馆了 特别适合着急使用证件照的朋友们 用这个方法就不用去照相馆了 赶紧试试吧 好了如果今天的妙招有帮助到你 就快收藏转发给家人和朋友们 告诉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最后记得关注苗东小生活 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生活窍门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